你知不知道你在别人眼里是有味道的 那你知道你在别人眼里是什么味道吗 别人闻起来那是天仙下凡小龙女 你闻起来呢 火锅米线很少吃 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喜欢那种 几手投足之间散发出来那种体香 而不是说香味只从天灵盖那种刺鼻的味道 所以说呢今天我就决定把我的 微体香秘笈全不传授给你们 都是巨小众巨宝藏的 而且就算你愿意800块钱 也能全款拿下那种很便宜啊 觉得好吗 你们闻过婴儿身上的味道吗 我前两天小指定刚出生 人世间特别纯洁无瑕 没有被任何气味浸染过的 非常非常独有的那种奶乎乎的 小天使的味道 而且呢还像那种羽毛 轻轻地划过你的鼻尖 然后心里面留下痒痒的那种香味 其实各种各样味道的磨砂膏 我真的用过了一大堆 但是这个是我用过里面 最还原那种婴儿奶香的磨砂膏 护肤洗澡嘛 总点有点仪式感 用它自带这个小勺子 把上层的精油和下层的海盐 混合到一起的这个过程 真的太戳我了 不夸张啊 我用它之后会爱上洗澡 就是会告诉你什么叫 从脑门香到脚趾头 香得入骨又轻盈 不知道叫啥 大家可以截图一下 这个真的很好用 如果说刚才的磨砂膏 是让你穿上天鹅绒般的战袍 那接下来这个东西 一定是让你直接套上香气的金钟罩 你们就说有多少件衣服 能抵得过火锅和螺丝粉的穿透力 用大几千的香水吧 咱先不说这个价格 就单说这两个味道混在一起的感觉 就很微妙 比起一般的香水吧 这个东西它好就好在 它能把那个衣服上其他的味道 给它压下去 而不是说把两个味道混合在一起 臭气退散水 真的 你衣服不臭你别给我喷 哪怕刚从厕所扑完出来 你身上都是香的 这个东西一直在各个平台都很火 就是你平时喷喷沙发呀 喷喷窗帘 特别好闻 而且味道特别持久 如果你最近想买香水的话 我劝你不要花这个钱了 它可以帮你省下来 下一个小玩意儿 人家不仅仅是一个灯 它叫家用冷香仪 不要觉得它抽象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加水的香薰机 不加水就意味着 它不会自生细菌 不用经常清洗 给你们挑的都是适合你们的 它是你把这个香薰精油滴进去 然后把这个精油 直接气化成非常非常小的分子 就小到都看不到 但是呢 它在空气中无处不在的那种 你也可以理解为 你家被十万大菌全方位的包裹住 别的一丝味道都变成进来 你的被子 你的衣服 甚至你呼吸的每一丝的空气 都是这个香味 哪怕是你什么东西都不用 就静静坐在那儿 你的身边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个香味 你想一想 你怎么可能不香呢 都快被淹入味了快 这个东西是 当时我在逛街的时候 桂姐强行涂在我手上的 当时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在意 但是回去 我闻这个后腰 越闻越上瘾 越闻越上瘾 就像一阵风吹来淡淡的香气 然后你猛的一回头 发现一个很清冷的女生 刚刚走过去 这个味道真的把我惊到了 就是当那种商场立马开门 我立马冲进去 把它买下来的程度 它上面是这种小滚珠的设计 特别方便你出门补香 它特别香 但是香的不是打扰人的那种 刺鼻的味道 我买的是非洲香根草这个味 还有很多味道 大家可以去选一选 如果说刚刚那个香薰鸡 是香味金钟罩的话 那我敢称之它为 战好保卫体香战役 最后一班港的哨兵 真的你们用就知道 它到底有多好用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